经济部长拉菲兹强调,政府高度重视主要资料库、POD资料安全,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公民个人资讯的安全。 他说,在POD的开发过程中,始终与管理国家网络安全和资料隐私的各个机构密切合作,例如政府首席安全办公室、国家网络安全机构、大马网络安全机构、个人资料保护局和通讯部。 在POD的开发过程中,风险和安全防护计划以及防止机密资料不被骇客攻击和泄露始终是各方优先考虑的问题。 迄今为止,尽管每周有200至230万次针对POD的网络攻击企图,但尚未报告任何资料泄露问题。 POD的开发也符合既定的国际标准和最佳实践原则,以确保安全得到保障。 拉菲兹于今日是对早前沙拉月首长署法律、州与联邦关系及计划监督助理部长拿督沙利花哈希达的声明,做出回应。 他说,POD系统是政府公务员在内部进行开发的,不涉及为何委外业务。 因此,这项决定降低了资料泄露的风险。 因为外部人员无法直接访问POD,为了确保资料完整性和防止有权访问资料的官员泄露资料,政府首席安全办公室通过安全筛选过程对官员的诚信水准进行了评估。 仅有被指定的官员才允许访问资料,并且仅限于各自的角色。 这一安排是POD系统管理标准作业程式的一部分,他强调,POD系统中包含的资料受到1972年官方机密法和1997年电脑犯罪法令的保护。 他说,政府将始终确保资料的安全,包括保护个人资料的安全系统、网络和资料。 他强调,政府将始终致力于保障资料安全,并确保每个公民都能通过以资料为导向的政策规划和实施获得公平的利益。 此外,拉菲兹还说,POD的注册率在过去一周急剧上升,截至2024年3月24日晚上11点59分,注册人数从2024年3月17日的540万增加到770万。